女星宋世雲出道超过20年 今年在韩剧《和我老公结婚吧》中 又疯又坏的精湛演技 让她终于受到注目 更有望入围将在5月举办的 第60届白响艺术大赏最佳女配角 没想到在入围名单公布之前 韩媒却丢出震撼蛋 表示S女星曾在学生时代霸凌同学 跟无缘由的暴打受害者90分钟耳光 而施暴者的线索完全指向宋世雲 在这90分钟期间 其他学长姐虽然有主旨 但宋世雲边说不打了不打了 仍时不时又赏一个耳光 举报者更表示 宋世雲最后因其他校报事件转学 连道歉都没听到就断了联系 上述这些事情 她当时的男友与同学都可以作证 而举报者会在这时候站出来 全是因为宋世雲尽管出道当了演员 但一直以来都没有受到注目 我放弃举报她好了 没想到最近却在综艺节目上看到她 人气也非常的高 让举报者受到冲击 他让受害者至今仍心灵创伤 自己却过上好日子 举报者在和经纪公司联系之后 公司只表示想直接见面聊聊 却无法得知宋的态度 而在对谈的过程中 宋世雲本人对此事的态度貌似 完全不记得了 这才决定向媒体爆料 对此宋世雲的经纪公司回应 本公司意识到严重性 接到举报后为了确认事实关系 与举报者通了电话 并透过聊天工具要求见面 但是举报者拒绝了 向演员本人确认事实的结果是 他与举报者素未谋面 相关内容全部都不是事实 但没想到回应才过了一天 宋世雲方面就承认 过去确实因为校园暴力被强制转学 胆人再次强调 和这次的举报无关 他与举报者确实没有见过面